改变 从新开始 学会情绪平衡的方法 作者 罗伊·马丁娜 翻译 胡音梦 第二部分 五 升职轮不和谐 升职轮失去了平衡 可能会有下列的态度与行为 依赖他人的赞同意见与了解 嫉妒 压抑感觉与否认感觉 抱持着偏见 很容易激动 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针对自己而来的 执着的性态度 以及沉迷于毒品 食物 尼古丁 酒精 维生素 草药或西药 其他特征包括了狂热盲信 怀旧思乡 大男人主义的行为 以及强烈的占有欲 强烈的领域感 虔诚奉献 僵固刚职 沉迷于架构和规则 崇拜与认定名流及大师 严重时甚至会一步一趋地尾随自己所崇拜的人 要发展的特质 勇气 纯真 自我牺牲 臣服 诚实 忍耐 信任 放下 伸缩性 从容沉着 平衡及具有常识 生殖轮原型 牺牲者 奉献者 殉道者 战士与反抗者 生殖轮总论 元素 水 生理 肾上线 生殖器官 结肠 下背部疼痛 茫肠及膀胱 意识 欢愉 情绪的表达 创造力以及生产力 和谐话 诚实 信任 放下 伸缩性 从容沉着 充满希望 不和谐 否认 嫉妒 罪恶感 依赖感 责怪 怀疑 神圣真理 彼此尊崇 圣理 信仰与神交 跟宇宙意识神圣合体 能量内容 伙伴关系 团队精神 恐惧 害怕失去控制 应有的品质 接纳和认识所有的感觉 学习与他人清醒的互动 与支持我们成长的人建立亲近关系 放下有毒的关系 侧重 竞争式的快乐与掌控性 自我肯定陈述 我感觉 这样对我很好 我放下 个案故事 生殖轮 约翰跟我很熟 他和我都长期投入武术研习 我们彼此都非常尊敬对方 他是位黑代武断高手 开办了三家武术馆 是这个领域里的领袖人物 以及数个组织的理事长 他年近四十 体型高大 看起来像位保镖 约翰静静地来到我的办公室 打过招呼后坐了下来 看着他壮硕的体格 我知道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误谈 他似乎非常沮丧 消沉 这件事显然令他难以承受 我很快就了解了原因 约翰37岁和第二任妻子 也是一位武术教师 结婚不满一年 我没办法再做了 他低语 我没有别人可以求助 我大约猜得出他暗示着什么 不过还需要明确的答案 你是在说杨伟吗 他点点头 一言不发地瞪着自己的双腿 这件事发生在伟哥带来大革命之前 我开始挖掘约翰的内心深处 结果浮出来的答案是 由于前妻和他的一位好友有染 于是结束了第一次的婚姻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妻子与好友的背叛 因为他觉得很难堪 最痛苦的是 他依然定期在武术圈的盛会中 看到他们快乐的出双入队 他的整个世界都颠倒了 每个人都把他看作是迷人的大帅哥 英勇的战士 但他却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 他变得非常依赖他人的看法 后来他和崇拜自己的一名学生结了婚 这么做的基本原因是他不想独自一人生活 他疯狂地做运动 练身体 非常注重自己的体格 愤世忌俗使他变得极富侵略性而打了好几次架 他开始吸大麻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 每天要喝八到十二罐啤酒 心情好的时候 他多半在回忆过去有多么美好 探索了他的想法四十分钟之后 我看着他说道 约翰 如果你真的想要 你绝对可以走得出来 这可能得花费你一些功夫 不过我确信你做得到 他的眼神一亮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恢复正常吗 是的 我相信如此 但是你不能再回到过去 而且你必须停止逃离当下 然后我帮他做肌肉测试 不出所料 他的生殖轮彻底失去了平衡 生殖轮攸关伙伴关系 信任 放下 以及接纳真相的能力 我出了一些重要的功课 让约翰去做 两个自我肯定陈述 再加上大肠经 针对僵固刚直情绪 与肝经 针对宽束的情绪平衡技巧 大肠的穴位在食指的指甲跟旁 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 肝的穴位在身体右侧 大约是肋骨下方 从中线延伸到侧边之处 按摩大肠穴位 对生殖轮进行的一般自我肯定陈述 我是有弹性的人 而且满怀爱心的接纳与付出 我将持续表达内心深处的感觉 按摩肝经穴位 针对约翰的案例所做的自我肯定陈述 我接纳自己并觉得自己很好 我放下过去 原谅前妻的欺骗行为 而且永远接纳他和我的朋友在一起 约翰很讶异我用这么简单的陈述 治疗他 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他预期我应该会用药丸或针灸 来治疗他的问题 我向他解释 他所感觉到的问题 其实出自于他的头脑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更正他的信念 我也向他解释 情绪平衡技巧必须配合按摩穴位才有效 我说 如果你每天运用这个技巧六至八次 效果就像你每天接受我六到八次的针灸治疗一样 我让你进行自我治疗 其实真的是节省你的时间与金钱 我向他解释 这个疗法是找得到的疗法中最具有力量的 我用他治疗恐惧症和情绪创伤 通常有高达95%的治愈率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成果 也是我训练出来的治疗师 共同累积的平均治愈率 把你的处境和每天需要自行注射胰岛素 两至五次的糖尿病人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不断去找医生或护士 长期回忍下来的花费一定很高 现在糖尿病人已经可以在家自行验血糖 所以省下了很多钱 我给你的处方是尖端的预防医学 它是如此的先进 西方医学还得花数十年才赶得上我们 约翰离开时看起来好多了 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他都没有再和我联络 然后我在一次武术圈的盛会中遇到他 我应邀以贵宾身份出席 发表有关心智与武术的简短演说 你好吗?我问道 再好也不过了 他回答 他看起来好得不得了 身体和脸孔都充满了快乐 小弟弟好吗?我打趣道 正在加班工作一边赶上进度 他以典型的大男人术语回答我 我知道他已经找回了失落的自我 他打电话向我道谢时 我们谈了一下 他说 在练习了五天情绪平衡技巧后 他的性能力和性欲逐渐恢复正常 现在他的性欲比在第一次婚姻期间还强 他感到非常高兴 太阳神经丛脉轮位于太阳神经丛部位 此处的意识集中在自我负责以及自尊 建立人脉和学习分辨危险的处境 是求生必备的基本条件 这个脉轮负责对危机和负面情况提出警讯 并负责将较为缓慢的振动频率 譬如组织和食物 转换成较快的振动频率 譬如和精微次元相关的爱 直觉以及自我表达 成长中的婴儿一旦被喂饱了 就能充分享受生殖乐趣 随之而来的需求 就是发现周遭的环境和探索自我的范围 与探索的趋力有关的元素是火 火是力量与进化 以及帮助物质转化成能量 第三轮控制了新陈代谢的活动 以及身体的吸收同化作用 并维持分解 也就是分解作用 与再生 也就是同化作用之间的平衡 它控制的生理器官包括 胃、小肠、肝脏、肾脏、胃脏、脾脏 与脊椎的中断 如果错误的运用意志力 此脉轮就会受到损伤 第三轮 攸关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生命力 借着此脉轮 我们学习以超越的方式来运用个人的力量 并选择能够得到成长的方向 来整合人生的课题 多数人都扎根在情感的舒适区里 而不再拓展心灵的成长 有些人发现他们很难在心满意足 与毫不费力的活之间做出区别 毫不费力的活是第三个意识层次的显化 即使我们已经拥有一切的物质享受 我们终将面对接下来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可以选择心满意足地安住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中 但也可以超脱物质世界 探索未知的领域 一旦面对第三轮的议题 我们就开始主宰自己的前程 不再被动地对事件做出反应 第三轮最大的障碍 就是要突破我们是没有创造力的固执信念 多数人都是在适应或回应外在的事例 而不是透过生命力开拓出自己的道路 我们必须找出或培养内在的力量 来创造外在的行动 并停止压抑自己 为了要善用第三轮的创造力 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自身存在最大的影响力 同时也要学习回应外在世界时 不失去与自己的连结 如果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之间得到了平衡 太阳神经丛的能量就会变得和谐 像内在现实沉浮的同时 亦不失去对目标的关注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实时勤于反省自心 提升太阳神经从脉轮的觉知 第三轮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荣耀自己 为了让我们朝下一个层次的意识演进 第三轮要求我们与内在的感觉保持连结 尊重从直觉里获得的每时每刻的生存信息 第三轮对应着情绪体 透过这个区域 情绪进入了你的肉体自我 我们需要克服的第三轮的障碍包括 不信任自己 无法与自己内在的感觉统一 困在自己的情绪舒适区里 而变得被动或自满 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而且专注在不想要的东西上面 目标与欲望之间产生了不和谐 与不恰当的结合 对自己抱持着负面信念 也就是负面的自我形象 受到神话 谎言和他人的负面信念影响 例如对于富裕或金钱感到罪恶 过度谦卑 缺少决断与自豪 恐惧未知 恐惧改变 以及害怕受排挙 太阳神经从脉轮不和谐 如果第三轮失去了平衡 最典型的态度与行为是 缺乏对他人的同情 变得自私与执着 难以原谅别人 充满偏见 严苛地批评别人 与人保持距离 自信上的傲慢与优越感 心胸狭窄 过度分析以及固着于细节 要发展的特质 奉献 同情 爱 以及开放的心胸 太阳神经从脉轮的原型 律师 科学家 电脑狂 统计学家 外科医生 法官 以及教师 太阳神经从脉总论 被动 冷漠 否认 评断 无助 绝望 偏见 优越感 以及执着 神圣真理 荣耀自己 胜理 自我肯定 恩典的一种表达 增加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与主体性 能量控制 个人的力量 恐惧 恐惧自己没价值 或不值得被爱 以及害怕受排挤 应有的品质 不把外面输进来的信息 与自我挂钩 侧重 有条件的爱 自我肯定陈述 我能够 我准备好药 我可以适应来自他人的牌具 个案故事 太阳神经从轮 雷是一位48岁的法官 因为胃溃疡而来看我 据他的医生说 此病与压力有关 雷已经改为做兼职的工作 而且为此感到相当不悦 他的姐姐热切地夸赞我 因为我是个只用草药和自然疗法的医生 所以他力劝弟弟来看诊 雷是个强壮的男人 大约六英尺高 从他挺直的背脊 端坐在椅中凝视你的方式 就可以感受到他浑身散发的权威性 他使我为自己这辈子犯下的罪过 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歉疚感 我试着提出几个问题让雷放松一点 但是他都没有立刻回答 我必须盘问他 他才会吐出只字片语 他回答问题的态度是彻底抽离的 仿佛他只是一台分析状况和提供情报的电脑 雷的妻子陪同他来看诊 他是位娇小的金发美女 比他先生更能觉知他的情绪 稍后他告诉我说 先生近来改变很多 开始封闭自己 他一点也不想和朋友们应酬来往 因为他觉得他们很无趣 我花了二十分钟寻找线索之后 他的妻子说道 自从约翰多伊一案后 译著法律上对不知真实姓名的男当事人的称呼 一切都改变了 约翰多伊律师以欺诈罪被控 他原本广受敬重 雷在社交场合和他见过几次面 相当同情他 雷被征召审理约翰多伊律师一案 但是他以私人理由拒绝了 后来约翰多伊在各层级的法庭中被判有罪 帮毒品大亨洗钱 税务欺诈等等 经过这个案子之后 雷的内心渐渐起了变化 最后导致胃部的病变 测验显示雷第三轮的能量严重的不和谐 第三轮的乱流通常会导致消化问题 溃疡 胰臟功能失调 以及低血糖 我就这个诊断的结果询问雷的状况 他吐露自己确实有低血糖的症状与消化道问题 这些也从各项检验中得到了证实 我发现雷年轻时有个非常亲近的好友 他们之间无话不谈 他知道自己不能信任这位好友 然而由于雷个性害羞 难得有社交往来 因此违背了自己的感觉 与此人继续交往下去 后来这位好友背叛了雷的信任 将雷害怕父母知道的一件意外事件告诉了雷的父母 约翰多一此人多少令雷联想起这位好友 而再度引发了昔日被背叛的感觉 雷一直压抑他的感觉 从未和任何人分享过这件事 他的第三轮阻塞起因于潜意识的歉疚感 他觉得自己不配当法官 因为连他都无法信任自己 当第三轮不和谐时 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失控的负面信念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接受他人的谎言与负面信念 而不再信赖自己的判断 我很难说服雷 在这种情况下 我宁愿从自我肯定陈述和轻敲穴位下手 因为第三轮已明显诊断出不平衡状态 有时我也足以花精疗法 花精疗法对我们情绪的影响类似于方向疗法 他对我的方法半信半疑 但还是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试试看我的建议 我让他附送以下的自我肯定陈述 同时轻敲他的胰脏与脾脏穴位 易注 原作者为详细注明胰脏穴位 按照中医的精血系统 胰脏穴位是关门穴或腹癌穴 脾脏穴位在身体左侧 沿着女性胸罩下缘往左侧延伸 和液穴中线直下的交叉点便是磁穴 按摩胰脏与脾脏穴位 平衡太阳神经从脉轮的一般自我肯定陈述 我尊重自己 我可以轻易地与他人打成一片 并能欣赏别人的意见与感觉 同时我一直与自己的内心保持连结 针对雷的案例的自我肯定陈述 我接纳并爱我自己 我将永远放下我的焦虑 担忧和自我评断 四个星期之后 雷独自回来复诊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在他回诊的一周前 他就停止服用胃药而恢复了全职工作 他不但觉得好多了 而且重拾昔日的绘画时好 雷去探望了约翰多伊 谈过话后觉得心里舒坦多了 他对我的方法感到非常兴奋 并道歉没有及早信任我的治疗方法 我对他的生理状况完全改变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天哪 这玩意儿真的管用 我心里自言自语着